質詢上提政指控國民黨議員 謝龍介指控金發局長用建設換血票 貝露英的就是金發局長陳凱玲 遭人檢舉西市場的重建 不想將五千萬的經費砸下去 卻換不了更多的血票 播放完錄音檔 謝龍介又拿出一份黑函 說陳凱玲把自己的房子出租賺租金 然後用公費租宿舍 質詢過程中一度與市長黃偉哲交貨 面對謝龍介的重炮指控台南市 金發局長陳凱玲回應一切都不是事實 未來如果在這個議事堂之外 不管是在電視上 或者是在外面 或者是在廣播節目 如果有這樣不實言論的部分 我一定會提告 陳凱玲強硬自清信龍介隨後反擊 陳局長 趕快來告 不是只有議事廳 在議事廳我放棄言論免責權 第二 我今天在廣播又講了 來告 歡迎你告 你不告我 我還是會告你的 目前群案交由檢調偵辦中 縣市長選舉年底登場 台南國民兩黨的兩位參選人 這戰火似乎已經悄悄點燃 華視新聞劉海生 邱俊平謝雨昕 台南報導